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解放军七架战机主团进入台北上空 那么它的这个雷达侦测到了三架 是一架空近500带两架这个殲-16 还有四架没有照到 那这四架战机它是这个殲-20隐形战斗机 殲-20隐形战斗机初中四架 配合这个空近500以及殲-16 凌晨两点钟长途这个短途奔袭到台北上空 在演练什么 演练夜袭斩首 那大家要知道像隐形战机这种战斗机 它的威力破坏力是巨大的 那么也就是说从飞机的反应来看 殲-20直接出动 这个是代表啥意思 代表数战数据的意思 那么殲-20出动了 也就是说空军部分这一次有了回应 昨天下午海军部分有了回应 就中国人民海军也有回应 就是054A直接越过海峡所谓海峡中线 在它的这个澎湖的12海里里面在这个行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空军进入这个剃倒 所谓的12海里的领空领海的这个开火线 只要赶进来这个就摧毁 它也没有摧毁 对于海军来讲 它也没有摧毁 那我说为什么它不开枪呢 那么作为这个陆军的回应 陆军的回应也很这个清晰 陆军的回应 第72集团军谋防空旅 它也是这个开的实时动员大会了 也就是说部署在这个地区的江浙地区 浙江地区 福建地区 广东地区 江西地区的这些防空导弹旅 全部进入到这个战斗状态当中去 也就是防空嘛 对不对 那防空防什么呢 只要踢倒它那边起飞的这个战机 只要赶起来 那基本上就全部悉数都击落 这个战术是很现实会运用的这个战术 而且对于这个导弹的拦截 也是全部都进入到这个战斗值班状态 那大家要知道 陆军就宣布在南盆列岛这边搞军事演习 那我说过 陆军在这边搞军事演习 但是没有看到军事演习 没有看到实弹 但是他宣布在这个准备点 这个点也是历史点 当年这个侍郎 这个攻克这个台湾的时候 也是从这个点出发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 从现在来看 蔡英文这个引路美国人到台湾来 他做这样的 做这样的嘿 做这样的动作 给他带来的是令他十分恐惧惊恐的回应 那我们说过 蔡英文无非是不太绿的陈水扁而已 蔡英文的程度远远没有达到陈水扁那种程度 当年跟陈水扁那是他们真的是要干仗的 我记得是这个06年那一年吧 0506那两年是非常紧张的 尤其就是他陈水扁第二任期里面 因为今天的这个台图的这个深绿的这个指导思想 是陈水扁奠定这个基础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蔡英文在无非是在扩大 但是他还是没有他那么的绿 那么我说过 蔡英文他的这个举动换来的是解放军 海陆空 包括火箭军的这个直接回应 那这种回应是什么意思 大家要知道这种回应不是说 你来我往过家家 这是战前的最后一次警告 大家懂吗 这叫战前最后一次警告 就是派这些军舰过去 包括歼20过去 这个叫做战时最后一次警告 而且也是 这个不叫示威 这个就叫警告了 也就是说宣示着战争即将到来的一个警告 为什么又又又 为什么好多部队都在开实施动弹大会 我刚才讲的防空导弹 防空导弹旅 为什么要开实施动弹大会 他在台海行动当中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在思想上面 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看到没有 他们在这边来咚咚搭搭搭的 解放军这边没有怎么样去多说些话 我说了没有什么好废话的 日本的这个国旗在台湾 已经这个升起了 这是对你的一种 一种侮辱 不是说挑衅 这是一种侮辱 那么我们再来看辽宁舰的部分 那这个美国现在成为了我们的御用摄影师 那么辽宁舰在这个菲律宾海域起降 起降 引发了这个美军的这个惊呼 他认为就是说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 这个 你不是这个核动力的 你不是这个电子弹射的 但是你能起降的这么平稳 确实也让他们觉得很惊呆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从这个马斯廷号这个导弹驱逐舰 跟踪我们辽宁舰 贴的这么近 而且加班上的歼15战机 挂载的导弹 直接这样起飞起降 它都能拍的这么清晰 说明这个距离非常近 那么后面的 甚至于比后面的两艘 这个导弹驱逐舰还要近 目的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我之前以前分析过 我说每日如果说要干涉这个台海战争的话 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涉台海战争 我说过 一个是提供这个太空的这个数据支持 群暴支持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和解放军争夺制电磁权 所以说日本 他说要介入台海战争 要介入台海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 他在部署电子战斗部队 到这个西南猪岛这边来 也就是说先倒猪 先倒猪岛吧 除此之外呢 美国会派他的军舰军机 在我们解放 踢倒时 他会在外围 做一个大兵压境的一个动作 大家明白吧 也就是说 看着你解放武统台 台湾 看着你解放台湾 他就给你形成一种无形的 就形成一种压力 让你分心 就好像 你在这里 和一个人在比武 旁边旁边他的这个徒弟 或者说他的谁 那么在后面 在你背后 鬼鬼祟祟的 那是不是会造成你分心呢 所以说 这个是美国人 他要做的事情 同时 在这里 测试 在这里 侦查电子 侦搜 侦查你的 战术和你的武器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参数 因为这种 这次打仗 有可能会放东风17 超音速导弹 美国的这个导弹 监视器 他也会在这里 收集这些数据 那在我看来 你收集数据 不收集数据 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因为 我们会在这里 划禁飞区和禁航区的 你只要敢过来 我们就敢开火 我说过 如果说你敢过来 惹我们 把我们搞得开火了 你以此 要来介入台海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在日韩的美军 都会全军覆没 很现实的 真的就是很现实的 尤其是还有这个 日本的这些自卫队 也将全军覆没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看的是 你近在咫尺的兵力对比 对 美军是很强的 但是美军对付中国 他现在光靠一个 第七舰队 他妈的一个 一个屌尸巴 第七舰队 靠这个 日本支援队 靠韩国军队 大家认为在这个区域 是解放进的对手吗 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多少尖端武器 我们有多少船舰 我们不是在 分散到全球的 我们就是集中在这里的 如果说他要 他认为靠他妈一支 第七舰队 可以帮我们灭掉的话 那真是是大错特错了 会能一笑大方的 所以说现在这两天 这个局势属于是风云突变 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了 这个一些凶险的成分 在这个地方发酵 比较凶险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呢 更加应该团结起来 而且我跟各位讲一点的是 外部如此紧张 但是在国内 大家就是该吃吃 该喝喝 该上班上班 该玩玩 该打麻将打麻将 该打泡打泡 没有因为这个而受到影响 大家看全世界 南美洲 中南美洲 就是说美国 这个南部 以南到这个 阿根廷乌斯怀亚 这一整片区域 都他妈是毒贩子 犯罪 暴力犯罪 包括很多犯罪 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境地当中去 非洲 饥饿 加上这个战乱 中东 对不对 极端的宗教信仰 加上这一种 这种这个纷争 战争不断 对不对 东南亚 东南亚是是什么 东南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但是社会啊 这个非常糟糕 公共卫生体系非常糟糕 南亚也是 公共卫生体系非常糟糕 啊 这个西欧呢 西欧现在面临着这个 什么问题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病毒 他们怎么样也防不住 啊 就在包括日本也是 这是他们这个制度的一个 一个缺陷 这个不是说 是老外啊 是这个欧洲人 还是这个这个东亚人啊 只要你走那条制度 你就会在这种 大灾大难面前 你会失去控制 呃 昨天我看日本首相 菅义为在美国白宫 访问的时候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还他妈的批评中国 说啊 这个我们的防疫比中国做得好 我不知道这种 这种人他啊 就是说他的这种无耻 是是这个到了一定的这个地步了 我说过 他们的血液当中 性格特征当中啊 都是人性的弱点 而没有人性的优点 他们是把恶 把阴谋诡计 把这种小聪明 当做了这个正道 他玩的 他把这个当做 他把术当成道 啊 中国就是把道当成道 他们是把术当成道 他玩的是术 啊 所以说他说 呃 我们的防疫比他们好 怎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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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我想说的是 呃 日本现在什么情况 我有一些朋友都是在日本的 日本现在 在学校里面都有这种感染的 很严重 啊 其实说实话 已经是已经是突变了 他防不住 啊 在这样状态之下 他要跟中国来干 今天是 什么 你去看 包括美国 北美 情况很糟糕 美国 这个这三十天来发生了四十五起有记录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暴力事件 大家想想看 短短三十天有记录的是 就是说 这个挂人是五人以上的 四十五起 那大家要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的怒怒 啊 我们平时在中国开车可能碰到怒怒 大家憋车或者说是 对吧 这个抢到插队 怎么样的引发一些纠纷 可能就下来干一架 但是在美国 我跟各位讲 你千万不能这样子搞 你这样子搞 他有些比方 他就是从车里拿出来枪直接就放你了 像这样的单个的被 而且美国的社会 他探头也不多 全世界就中国探头探头最多 他们这些社会探头不多 他放你一下 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都不知道是谁干的 警察也不会管这个事情 也不会为了这个事情 这种随机性的这种 可以称之为情绪犯罪 他来管你这个事 不会管的 那么我 从南美洲说到了美国 兜了这一圈下来 大家是不是感觉他们都很乱 他们的社会机制是很混乱的 也就是说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 是相对来说 是最安全的 最不乱的 所以说 为什么 这个才有我们的 18.3%的 这个第一季度的 这个GDP的增长率 这就是原因 你只有一个稳定的 和平的一个环境 才能保持经济的 稳定的这个增长 这个是永恒的 永恒的 所以说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现在的八国联军 是当时的晚清政府 我们是当时的八国联军的 完整版 也就是说 现在 他们是作为这个 晚清政府 来和这个实力强大的 八国联军的这个合体 来进行这个对垒 对抗 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 顺散有多大 顺散有多大 所以说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 这一次解放军的回应 已经做出来回应了 这是一个战前最后的警告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集结号 这一次解放军派歼20 派054A 派这个 还有陆军 地面部队 防空导弹部队的 这个 赤士大会 以及火箭军 实装 实战 实战的 全天候的 军事演习 就是 战争的一个集结号 好吧 这个 大家就明白了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